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上一輪呢學長跟大家聊了一下這個摩卡胡嘛對不對 然後呢也跟大家聊了六種學長覺得可以調整的點 那當然很多網友他覺得說 學長原來摩卡胡有這麼多講究 那經過這些調整以後 原來摩卡胡也可以沖煮很精緻的好味道 但是確實有一些網友他跟學長說 學長我比較喜歡喝的是摩卡胡那種 傳統式的很濃稠的啊 比較有一點焦香的一種風味 那能不能示範一下這種沖法 確實呢可能在歐洲 他是每個家庭都必備的一個器材 那可能他們的沖煮上面呢 就不像學長所示範的是那麼講究 或是說有些人覺得說 濃度啊或者是他的風味會不會太偏手沖了 這一點我覺得倒是蠻有意思的一個回饋 所以我們今天呢就來 再逆向工程回去 我們來探討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要用摩卡胡做一個 比較濃郁版本的比較接近歐洲人喝的口感 然後呢甚至他可以拿來加奶 加來加糖或是直接加冰塊以後 還是可以維持濃度的比較濃郁的版本 OK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目標 那當然其中呢也會有一些學長自己的個人心得啦 那大家參考一下 畢竟其實摩卡胡呢就跟手沖一樣 還有很多種煮法 那學長就分享幾個學長覺得比較重要的觀念囉 OK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那我們先來討論一下幾個參數 首先第一個部分當然是摩卡 那摩卡胡呢 當然有分兩人份四人份甚至於 八人份十人份都有嘛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摩卡胡的重點在哪裡呢 就是你的粉槽裡面可以放多少的粉 可以稍微秤一下 像學長的這個大概是15克的粉 就裝到滿大概15克的粉 所以呢我都會把它裝到滿滿的 我也建議大家 就算你是人今天不想喝那麼多的量 也盡量把它裝滿 因為摩卡胡它的功能上面呢 如果你用不夠多的粉的話 它是沒有支撐力的 你的粉層容易水上來的時候被沖散 所以建議後裡面的粉就是打死不動 就固定 譬如說你加的是更大的是20克 22克都沒關係 但是就是把它裝滿 我手上這一把呢 Minos就是15克的 所以我待會就會把粉全部裝到滿滿滿 它有大概的15克 那第二部分是關於你要裝的水量 那學長手上這把摩卡胡呢 其實裝到滿 大概可以裝到200多cc 250左右 那這樣的水粉筆的話 就實在就比較淡一點點 就比較接近手沖的水粉筆 所以呢 學長建議的水粉筆呢 大概是1比8 1比7到1比8之間 所以我15克的粉呢 就可以用120cc的水 裝進去 大概是1比8左右 那你想再濃一點 1比7也可以啦 但是我建議不要再低於1比7了 因為摩卡胡的構造來說 你如果水粉筆再更低更低 它當然會再濃一點點 但是呢 水可能會上不去 所以我建議大概就在1比7 1比8左右是比較好的 OK 然後咖啡豆的部分呢 如果你想要喝真的是很濃郁的話 你可以用 焙度比較深一點的豆子 很多超商賣的摩卡胡的專用豆子 它其實焙度也是中焙以上 它比較可以做出那個很濃烈的口感 如果你喜歡喝傳統風味的話 那當然也沒有強迫 那學長今天使用的是 中焙偏 深一點點的豆子 所以可以看到 顏色整個黑黑的 那研磨度的部分 當然要做濃的話 你勢必是要稍微偏細一點點的 所以我今天使用的是 潤磨豆機最細最細的研磨度 所以已經算是蠻細的 但是不需要做到跟濃縮這麼細 因為做到濃縮這麼細的話 它通常粉塵支撐力不夠 你的水可能會出不來 有點危險 所以當然它比濃縮再出一點點 但是比手沖再細 譬如說假設 如果你是用小飛馬 可能用2 甚至於你想挑戰40開1.5 或是1也是可以的 但我建議大概跟在2左右的 研磨度是比較剛好的 OK 好 那粉就15克 好 那前置會大概就這些 那如果你是在外面買那個 摩卡糊的專用咖啡粉 其實我也覺得無所謂啦 因為我們今天既然要探討 是比較傳統的做法的話 你就是買了咖啡粉也是可以的 那如果你是在請外面幫你 研磨好的話 記得要跟大家講要摩摩卡糊的 加要比較細 不然的話呢 就沒辦法做到剛才所說的 濃郁的目標嘛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了 那我這次使用的是冷水 就冷水其實呢也可以的 冷水可以也是OK的 好 那我們就準備了 好 120cc的水 好 全部下去 然後呢 好 這個是15克的粉 那你就可以 放進去以後呢 稍微拍 稍微敲一下也可以齁 那你也可以稍微輕輕拍它啦齁 沒有關係 稍微拍它一下 也不要硬壓 因為硬壓呢 不會比較好喝齁 就輕輕拍就好了 那反正就是居家嘛對不對 我們就簡單 然後也別 也不要搞太複雜齁 其實 好 最後一點點 就把它 撞到 都進去就好了齁 大概15克 你感覺起來已經滿了 好 剩一點點 也沒關係 OK 好 15克左右 好這樣就可以了齁 然後呢 如果旁邊有一點粉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撥掉齁 影響不大 影響不大 好 這樣 這樣前置作業的部分就完成了齁 然後呢 把我們的上圖 鎖上去 好 把蓋子打開 然後呢 就準備開火了 那我建議呢 大家的火可以不用開到最大了齁 大概就是中火就可以了齁 好 中火就可以了 那整個沖煮時間也不會很長的齁 因為我們裡面的水很少嘛 只有120cc 左右齁 所以它的沖煮時間不會太長 那火不要開大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 它的水不會 一口氣馬上就 噴出來齁 那這個做法本身呢 因為我們剛才用 1比8左右的水分比齁 所以呢 事實上 這個沖煮法呢 如果你平常喝習慣手沖 剛開始用這個沖煮法 可能會有點不習慣齁 那需要給你幾個建議啦 第一個建議就是 你可以考慮呢 把它拿去加牛奶 無論是熱的牛奶 或是打的奶泡 加進去以後 它的水粉比呢 就比較剛好 為什麼 因為 它是 1比8的 咖啡 然後呢 再加一半左右的牛奶 它就比較起來 就有點像是手沖拿鐵的比例齁 你就喝起來覺得 欸很剛好 或者是說呢 你喝不習慣可以加一點 冰塊齁 也是一樣用1比1的方式 讓它做冰咖啡 那它的濃度本身呢 用1比1來 來稀釋呢 也是OK的 然後第三部分呢 如果你還想要試試看像 意大利人的喝法的話 其實你加一點點糖 也是不錯的齁 因為 像學長去義大利的時候呢 他們的濃縮咖啡 或是摩卡糊 加糖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種喝法啦 那有它另外一種 濃香濃香中 甜甜的一種口感 那如果你想試試看這種傳統喝法的話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好啦 就多方的試試看嘛 OK齁 所以以上三種喝法呢 學長都覺得還不錯 你可以來考慮一下 那可以看到齁 我的摩卡糊 已經有點在冒煙了齁 所以時間蠻快的 那等到呢 它 全部 大概 大部分的水都出來的時候 我們再讓它下 獨台就好了齁 嘿 所以呢這個喝法本身 如果你喜歡就是很濃郁的口感的這種印象的呢 其實摩卡糊它確實有它的這種風味啦齁 但是大家也不要覺得說它可以做的跟濃縮咖啡一樣 因為這是不可能的齁 因為摩卡糊它畢竟它的壓力呢 就是比濃縮咖啡機低很多齁 現在已經開始出咖啡了齁 然後我們待會可以看到齁 它還是會有一點點油脂的部分齁 不會太多啦 大家也不要過分追求那個CREMA 因為它畢竟不是異式咖啡機齁 它其實本來就不太需要 不會有太多的CREMA了 好可以看到齁 我們即使是 呃 它現在已經快速上水 但是它也不會噴得很嚴重齁 你看上面有一層 看到嗎 金黃色的泡沫 還是會有一點點齁 尤其是你的咖啡粉 你的 焙度越深 然後呢 你的粉的填壓呢 比較正常一點的時候呢 就會有這種泡沫是很正常的 可以看到還有一點 都會出水的時候都會出一點點泡沫 好 水差不多以後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關火了 好 好還有一點點 好聽到波羅波羅聲就在哪 快沒水了 好出空氣了 好關火 可以這樣就完成了齁 然後讓它最後一點點水出來 好 好 然後我們來下 關蓋子 好 下那個了齁 下爐台 OK 那這樣子呢 濃郁版本的摩卡糊就算做完了 可以聞到齁 這確實有一點點焦香 焦香 因為確實摩卡糊呢 這個過程之中它的水溫是比較高的齁 那如果你還是比較喜歡喝清爽點的話 就麻煩看學校之前那部影片 那部影片呢 風味非常的清爽齁 好 好我們來倒出來喝喝看齁 好可以看到 幾乎是不怎麼透光的 黑色 然後因為我剛也沒有過濾嘛 一般傳統喝法也不太過濾 所以會一點點咖啡粉的 細粉 這個就算是比較 經典的煮法 比較傳統的煮法 好我們來喝喝看齁 然後大家注意溫度非常非常的燙齁齁 所以真的要很小心 喔 就是真的是很濃烈的感覺 1比8嘛齁 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喝這種風味的 你可以試試看這個 這個做法 1比8 然後呢 用冷水 然後大概用中火 然後讓它煮完以後呢 可以直接喝喝看 那學校還是建議啦 如果你覺得喝起來還是在 有點濃口 有點受不了的話呢 1可以加牛奶 2可以加冰塊 3呢 你也可以 嗯 稀釋它 加一點點水 就做稀釋它 這也是不錯的齁 因為畢竟每個地區 有每個地區喝咖啡的濃度習慣齁 我們也不用勉強自己 告訴自己說 這個還是好喝的 但是沒關係嘛 反正我們既然如果你有莫卡湖 就多試試看齁 OK 好 那我們今天的 莫卡湖的濃度的 傳統沖法呢 我們今天就示範到這邊了齁 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都可以一起來討論齁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拜拜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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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